华尔街日报昨天就报导 为了因应中国的威胁 美国要扩大在台湾的驻军人数 增加到既有规模的四倍以上 四倍以上到底是多少呢 因为这报导说一年之前大概是30人 那所以估计会增加一两百人 那这是美国数十年来 在台最大规模的部署 来先讲正好 很多人应该没有觉得 有什么美军在台湾吧 我现在亲身经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前天在友台录完影 去对面买咖啡 一个退役美军 用李正浩 李浩 我们可以拍张照吗 跟我打招呼 真的哦 真的你哦 真的 讲中文 我在看政论节目 他说他退役的 美军 然后呢 现在全部被国防部回聘 美国国防部回聘 这样哦 处理不能说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台美密切军事交流 密切军事交流之后 有非常多需要 一个是懂台湾 也懂美国的人 来去做中间的斡旋 是 他现在就做这份工作 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我的个人经历 第二个我去年的经验 有一天晚上 我去我朋友的酒吧 在东区 走进去 每一个都美国人 然后整个酒吧 全部是美国人哦 都比我高一个头 然后生产都这样子 很壮 何不容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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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何不容那种 都是大支佬 对 那我就问我朋友 这怎样 搞什么东西 你走错地方吗 他说 他们这群人 在台湾某个军地 帮台湾的军队训练 结训 台湾的阿兵哥 带他们来放松一下 这样哦 这是我情人两个经历 换句话说 台美的军事交流 既频繁且密切 而且办公开 对不对 有点浮上台面了 浮上台面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华盛顿有报说 驻台的美军 要增加四倍到五倍 不要觉得很多 因为现在只有三十个 三十个大概就是 AIT那一区 他们大概就是守AIT 所以你仔细去内湖 附近的酒吧 也都会遇到美军 可是那都在AIT服务的 可是增加到200人 要干嘛 要尽快的来训练台湾四官兵 为什么做准备 为下一件事情 派遣营集单位赴党交流 台湾有联兵营 台湾的联兵营 过去有台湾营队 就是炮兵营就炮兵营 坦克营就坦克营 对不对 击不营就击不营 后来呢 在美国的建议之下说 现在战争哦 是混合性战争 你一个营队出去 如果全部是炮兵 人家又有标枪 又有刺针 你搞什么东西 所以联兵营在美军的建议之下 我们整合所有包含 布炮牌等等的炮兵 破极炮 标枪刺针 甚至叫海空支援等等 整合在联兵营 联合兵种营 台湾有联兵营 昨天我们来宾包 王定宇跟余江有说 大概有四五百人 会去美国 对 所以这个等于是 美国来的 我们台湾去的规模更大 那好 那今天我们整合联兵营以后 会遇到个问题 怎么训练 谁来训练 在哪里训练 那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其实就是 会先派美军来小部队的 来去做单独的训练 可是当营及作战抵抗的时候 到美国 他会发生什么事 实质台美军事演习 什么叫实质台美军事演习 想象一件事 我们整个联兵营 拉拔到美国去做对抗 营对抗的时候 联兵营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 在什么时候要叫凯军支援 什么时候叫空军支援 就是海空联合作战 我问你 这群联兵营的人到了美国之后 叫了空军支援是叫哪一国的空军 中华美国空军赶快飞过去是不是 没有啦 一定是只有美军 对 他叫了空军支援一定是美军 等于跟美军一起作战 这就是协同作战演习 对一起协同 叫了海军支援是叫哪国 我们记得就赶快开过去 被抠了被抠了 回报等我三周 然后开过去 不可能吧 这就是美军 那这个东西跟华府智库 在台湾作战的想定是一模一样 台湾人负责守台湾的本岛 对 可是打仗的时候 美国用海军跟空军来支援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发生台湾战争 我们联兵营在我们第一线防守的时候 就要海空支援 美国跟美国的海空军来支援的时候 对 请问什么时候要先训练一下 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先训练 对 而且之前都有联系 所以如果到时候真有状况的话 双边的联系会更为顺畅 我平常就军演过了嘛 对 我平常就知道怎么叫嘛 暗号是什么 战术是什么嘛 在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叫嘛 然后雷达怎么互通嘛 对 对不对 演讯完后台湾战争 对 联兵呼叫海空支援 就可能是美国空军或美国海军 对 因为这符合美国现在的政策 不派美军直接到台湾上面打仗 但是用美国的海军跟美国空军做远程火炮支援嘛 是 那这东西是不是就代表台美过去不能做军事交流 只能做不能说 现在可以说了嘛 而且对我们的战力是不是极大的一个upgrade 那升级可能是好几层 再来再讲战力的升级 我们现在在台湾去做演习 红军跟蓝军 通常都学长学弟呼唤嘛 对不对 余将军应该也有讲 所以那个模拟都不是真的 可是美国老美在演习 我特别看过 比如他们在模拟阿富汗战场的时候 他们会找好莱坞的团队去盖 几百公顷的地 全部跟阿富汗的那个房子 家具装饰一模一样 极为逼真就对了 然后里面的人 会找阿富汗讲阿拉伯语 或当地语系的人 来当平民 然后面临到的情境设计 会请刚从阿富汗怀来军官去设计 他在这边遇到什么状态 好 完全百分之在你征受 把士兵丢下去训练 一样 过去美国跟苏联对抗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的红军 要做到他们的找 起床号是俄罗斯 就假扮俄罗斯的人 起床号是听俄罗斯的起床号 早餐吃俄罗斯的早餐 对话用俄罗斯的语言对话 我用了武器 俄罗斯的武器 战术俄罗斯的战术 几乎生力其境 好 那我们过去模拟跟解放军作战 会不会有一支 一模一样的解放军 在那边让我们台湾的军队 最生力其境的体会 我们面对到的解放军 是什么样的解放军 这才是拟针 所谓的模拟考 你要越拟针越好 越针越好 对不对 你模拟考每周出简单的 你考试刷是还没有用 你模拟考已经料敌重严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 这是值跟量的提升 所以这一系列都知道 台北的军事合作 已经升级 而且不止一级 所以的确